我的妻子是全球顶尖催眠师 可当她的白月光开车撞死人后 她却为了给白月光脱罪 对我实施了催眠 秦林不能坐牢 你就忘了这段记忆 代替她去坐牢吧 等你出来后 我会补偿你 年仅五岁的儿子也跟着点头 反正你也只是个没用的爸爸 等你去坐牢了 正好让秦林叔叔当我爸爸 如他们所愿 我将他们全都忘了 可等我失意远离他们后 他们却又日日站在我门前 求我再看他们一眼 服刑十一个月结束 我从监狱里面走出来 妻子带着儿子站在门外等我 回家吧 我们来接你了 她拍了拍身边小孩的肩膀 小样 去帮爸爸把东西拿过来 我不要 五岁的顾样猛地躲在她身后 朝我吐舌头 她是劳改犯 才不是我爸爸 我爸爸是秦林叔叔 妈妈 今天不是秦林叔叔的生日吗 我们快去帮秦林叔叔庆祝生日吧 我才不要在这里见劳改犯呢 隐梦软脸色一变 眼神慌乱地看着我 阿杰 儿子还小 不懂事 你别跟她一般计较 我摇摇头 不会计较的 有妈生没妈教的小孩罢了 什么 隐梦软动作一顿 错愕地朝我看来 顾鸾杰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这是小样啊 顾样也挖得一声哭了出来 我不要这个劳改犯当我爸爸 我要秦林叔叔 妈妈快走 我们不要她回家了 快把她赶走 她一边哭一边看我 见我出了皱眉 毫无波动后 她哭吼的声音更大了 隐梦软顿时手足无措起来 顾鸾杰 你怎么回事 你以前不是最心疼她了吗 是啊 以前最心疼的人 一口一个劳改犯地叫着自己 不把自己当她的爸爸 不过 也幸好不记得他们了 否则 被自己最亲近的人 往心口上捅刀 那该多难受 我不记得你们了 我说 隐梦软 我们离婚吧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这才是正确的 隐梦软身体一僵 她僵笑着扯了扯嘴角 别说傻话 我们不会离婚 你只是受了刺激短暂性失忆 很快就会想起来的 在这个世界上 你最爱的就是我们 等你想起来 就会舍不得了 先回家吧 你需要休息 她把我带回了一栋别墅 三层楼的独栋别墅 我扫了眼 没有一丝印象 要不是别墅里 放着我习惯用的东西 我都要怀疑自己 是否真的在这里生活过了 所以 我真的失忆了 怪不得记不清 自己撞死人的细节了 我在别墅里熟悉环境 试图找到一些 关于这里的记忆 可就在推开一个 堆放杂物的阁楼门时 身后一直鬼鬼祟祟 跟着我的人突然出现 用力将我推了进去 里面堆放的杂物被撞到 东西全部砸在我身上 脑袋被一把废弃的椅子 砸出血 疼得我浑身直冒冷汗 我回头看向 站在门口的罪魁祸首 果然是没教养的小屁孩 你妈是死了吗 把你教成这样 顾样原本还被吓得 有些发白的小脸 在听见我骂隐梦软后 神情又立马变得厌恶起来 要怪就怪你自己现在回来 今天是秦林叔叔的生日 门外传来叮叮咆哆啰啰嗦的声音 我心生不妙 挣扎着跑过去让他开门 可顾样却笑嘻嘻地跑了 你这个坏人 你就在里面好好待着吧 我气得直踹门 阁楼一瞬间陷入黑暗 很快我就感受到了一阵不适 幽闭的空间仿佛让人溺水一样 不能呼吸 我靠着门滑坐在地上 眼前一阵又一阵的眩晕 脖子像被一只大手扼住 开门 你他妈给我开门 我锤打着门框 可无力的窒息感冲溢着我的神经 我昏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是在医院 头上的伤口已经被包砸好 睁开眼 面前站着一个身姿消瘦的女孩 你醒了 要喝水吗 女孩眸子成澈 弯腰朝我看来 她身上的衣服洗得泛白 见我盯着她 脸上的神色瞬间变得局促起来 我唇角微微勾起 是你救了我吗 谢谢 女孩立马摇头 结结巴巴道 不 不用 我只是去送快递 恰好听见格格格有声音 就报警了 她伸手指着门外 果然 外面站着两名警察 我N了一声 转头朝她道 不管怎么样 都是你发现了我 谢谢你救我 女孩脸轰得变得通红 摆摆手 跑出去把警察叫进来 警察给我说了下情况 我又表达了感激后 他们才离开 我这才知道 就我的女孩 今年八岁 名叫李妍妍 父母在两年前去世 本来要把她 安排去孤儿院的 可她却死活不肯 东躲西藏 靠给人拿快递为生 久而久之 也就没人管她了 也愿意花几块钱 让她跑腿拿快递 我惊讶地张了张嘴 半晌无话 在偏头 看向李妍妍的那一刻 我问道 妍妍 你愿意跟我回家吗 叔叔不是坏人 叔叔也没有孩子 李妍妍小心翼翼地 抬起头来 可以吗 当然 她立马点头 我愿意 我愿意的 好 一会儿我们回家 说完夜 我带着李妍妍 回到了父母 留给我的公寓 三室两厅的房子 不算大 却很温馨 李妍妍很勤快 跑动跑戏地 帮忙搬东西 打扫房间 没有一丝怨言 一点不像顾养那熊孩子 我瞬间欣慰了不少 觉得李妍妍 才应该是我生出的孩子 一起收拾完房间后 我去厨房 做了一锅排骨面 闻着香味 李妍妍眼睛都亮了 好香 她拿着碗 盛了满满一碗排骨 放在我面前 你受伤了 要多吃肉才能补回来 然后她才坐下 往自己的碗里 添了一碗面条 小口小口地吃着 我看着如此 精卫分明的荤素搭配 没忍住揉了揉她的头发 我需要补身体 你也需要 你还要长个子 更要多吃点肉 我成了一勺排骨 放进她碗里 李妍妍乖顺地 被我揉着头发 脸色都变得通红 轻轻地点着头 好 谢谢爸爸 一周过去 我给李妍妍办理了 领阳手续 又托人找了所学校 送她去上学 她正式改名为顾炎炎 恰好和她亲生爸爸一个姓 我想 大概这就是缘分 等到周末 我准备 带她去商场买衣服 一大早 我的手机就像炸尸了一样 响起来 硕大的屏幕上 闪烁着隐梦软晦气的名字 我想也没想 就挂掉了 她又连续打了两个电话进来 也依旧被我挂掉 手机赌赌收到两条消息提示音 都是隐梦软发来的 你怎么不在家 方嫂说你一个星期都没有回来 你去哪了 去哪了 关她屁事 我反手将她拉进黑名单 都一个礼拜了 才发现我人不在 若不是被炎炎察觉到阁楼里有人 恐怕我早就死了 我拉黑了隐梦软所有联系方式 然后带着顾炎炎去逛商场 我们每人都买了好几套衣服 正准备离开时 顾炎炎的目光 忽然落在了门口展览柜里的亲子装上 你想试试吗 我问道 顾炎炎有些害羞的点头 走 咱是亲子装去 男人换衣服的速度比较快 我穿好就站在外面等炎炎 可没想到 运气挺不好的 撞见了隐梦软几人 隐梦软看见我 神色微正 阿杰 你怎么在这儿 我没搭理他 沉默地移开了视线 隐梦软神情微顿 眼神里带着一丝歉疚 小样把你关在阁楼里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我骂过他了 我让他给你道歉 他把顾炎叫过来 顾炎走近 不情不愿地说了声对不起 毫无诚意 我轻笑一声 差点把我关在阁楼里一个星期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怎么不等我死了 在烧点只给我道歉呢 隐梦软脸色一僵 他没想到我如此咄咄逼人 顾炎低着头 小脸惨白 站在一旁的秦林 像是看不过去一样 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上 劝道 小样又不是故意的 你这么为难一个孩子干什么 要怪就怪我吧 是我过完生日求 他们陪我去旅游一周的 不然也不会忽略了你 要不这样 正好你刚坐完牢出来 我们给你办个接风宴 跟你道歉 也去去晦气如何 隐梦软神色一喜 还是阿灵想的周到 我觉得可以 他却没看到 他们一说完 周围的店员和顾客 都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在看向我时 眼里都带着嫌弃和害怕 我冷笑一声 合着把我一个人关在阁楼里 是跑出去陪小三玩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 秦林的手自然而然落了空 我嫌弃的拍了拍 自己身上的新衣服 还有什么 是比遇到你们更会气的事 老婆带着儿子 跟你牵扯不清 你那么喜欢 就让他跟我离婚 我把他们一起打包送给你 煞时 秦林脸色铁青 他没想到 我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得那么直白 周围原本看向我的人 又立刻鄙视上了他 原来是个小三 真不要脸 勾搭别人的老婆和儿子 你瞧瞧 他不说 我还真以为这三人 才是一家三口 这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把小三都带到 自家老公面前来了 见不见啊 果然会气 我要是 他老公气都要气死 听着周围人的指指点点 隐梦软脸色难看极了 顾鸾杰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跟秦林是清白的 你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下 污蔑我们的清白 秦林也在一旁解释 你误会了 我只是担心 他们在你坐牢的时候孤单 帮你照顾他们而已 并没有想抢走他们的意思 呸 真不要脸啊 秦林刚说完 就被人群里的正义人士 催了一口 老婆为了维护小三好原配 小三还冠冕堂皇的 给自己找借口 你们是人渣吗 以前我只以为 男人出轨谎话连骗 原来女人也一样 真恶心 渣男贱女天生一对 赶紧滚远点吧 多看一眼 我眼睛都要瞎了 隐梦软和秦林 被人围攻指责 两人脸色越来越难看 隐梦软脸色更是苍白 受伤的眼神盯着我 腰却被秦林扶着 嘴唇一张一合 想说什么 却没发出声 倒是顾样一脸怒气地冲上来 不许你欺负妈妈和秦林叔叔 你给他们道歉 他做事要来打我 然而 还没等他碰到我 就被突如其来的一道影子撞开了 爸爸 你没事吧 顾炎炎明明只是个小女孩 却像护犊子般把我护在身后 警惕地看着站在对面的几人 我摇摇头摸了摸他的脑袋 放心 爸爸没事 爸爸 顾样从地上爬起来 错愕地看着我们 目光落在我们身上 穿的同款青子装饰 他神色震惊又心痛 忽然 他猛地朝顾炎炎扑过来 又抓又打 谁是你爸爸 这是我爸爸 不许你跟他穿青子装 你滚 滚啊 他胡乱地撕扯着顾炎炎身上的衣服 顾炎炎本来就长得瘦弱 又是个孩子 自然打不过顾样 我几步走过去 直接将顾样拎开 你的爸爸在哪 别乱认 我把顾炎炎护在怀里 看向尹孟软 管好你的儿子 但倒是 我就报警了 尹孟软脸色更难看了 道 顾鸾杰 他是你儿子 顾炎炎双手立马环抱住我的腰 朝他们挑衅 我才是爸爸的孩子 顾样气得又要扑过来 却被引孟软一把抓住 看着我失望地摇头 顾鸾杰 等你想起来 你会后悔的 是啊 阿杰 就算你极度孟软和小羊对我好 也不应该在外面随便认个野种当孩子吧 这样多伤小羊的心啊 秦琳把顾样抱在怀里 哄着 我冷冷地看着他 你爸在哪 什么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问你爸在哪 我去找他 扇他一耳光 问他 怎么管教自己儿子的 一口一个野种 没点瞎叫 你 秦琳气得冲上来 想要打我 被引孟软制止了 引孟软看着我 表情似乎有些难受 顾鸾杰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没心思理他 牵起顾炎炎往外走 临走时又对电源道 我们身上的亲子装 都有这个女人买单 他儿子把我女儿的衣服扯坏了 要赔 我的衣服算他们 赔偿给我的精神损失费 身后 顾样哭吼的声音传来 你不记得我 我还不写